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错误 有失误 有伤害到他 有损害到他的权益 有造成社会上不良观感 有造成就是 譬如说我后来有看到有看到一些文章说明 就是当天我那样的发言其实会造成很多人不愉快 而且也违背了非暴力行动的核心价值 那对于这些部分 我愿意非常诚恳的道歉 而且我会说出对不起 好 请一下崇雁之前 我们先来问一下资政 你看 学生多可爱 有犯错 然后就胜中道歉 今天是三度急功道歉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问啊 学生道歉的同时 那政府的 所欧国家机器公权力的人怎么样 至少两个问题啊 当天为什么急着要驱离 你去保证完 为什么要驱离 第二个 你什么同时 哎 伙上家有要宣布的是什么 以后公同你外面的这个申请权 我全部都不给你呢 我想还是要先肯定洪丛院 在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 在各方的意见完之后 他愿意表示对他的这个失言也好 或一些比较冲动的话 表示道歉 那这也是学生可爱的地方 对就对 错就错嘛 不过我想整个事件 不要变成一个模糊焦点 变成好像挺方雅宁这个人 然后劈洪丛院这个人 或挺警察 或者劈学生 如果这样一言的话 把整个事情的焦点给模糊掉了吧 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说 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 那个因果关系 要先搞清楚嘛 在两点多凌晨的时候 4月11号那一天凌晨的时候 方雅宁还公开地表示怎么样 不会驱离嘛 然后到6点40分的时候 突然说 为了这个所谓社会大众的这个利益 然后扩大更多的这个民众的权益等等 学金要取消 已经在进行当中的集会游行 而且是合法的 然后接下来更重要的 他还讲说 以后这个团体 公同盟 他所这个任何的集会游行申请 我通通不准了 这边有违法违宪 还有违和情敌的地方 一个人在进行示威游行 然后抗议的集会游行的工作 进行当中 你突然把它取消了 然后连续几个牌之后 就给人家开始要强制距离了 完全不合理嘛 那你凭什么理由说 这个团体以后 你所有的申请我都不准 是违宪 他没有这个权利啊 也根据是违法的嘛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被模糊掉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想一直想问个问题 如果从院他们这些 不管是自己来或号召路过警察局 甚至是去抗议警察局的人 没有申请集会游行的话 那我们问个问题 那些去送花的 向警察致意的 这些人有没有申请集会游行 照理讲 不管你停警察 或者看一警察 只要人数超过三个 几个以上 照不一定还是要申请集会游行 更多人就是白狼 白狼带那么多人 对啊 路过没有申请 跟你有没有停警察 是一回事 内容不是重点 是说你这个活动本身 有没有超过一定的人申请 然后一定的活动之后 就要申请集会游行嘛 那这些人有没有申请集会游行 我们看一警察不能路过 然后这只警察可以路过 那也蛮奇怪 换句话说 那个警察本身 那个自由新政材量 也太强了吧 只有支持警察的人 两万十万人出来 都没有关系 然后只要看一警察的 十个以上 我就要说你是违反 集会游行法 那个所谓的双重标准 太严重了吧 而且这个事情很显然 是一种所谓 紧急的偶发性的集会嘛 因为凌晨 你抗议了 被驱离了 所以晚上大家 群聚集合嘛 所以这种紧急的 偶发性的集会游行 根据今年这个 大法官设置718号 已经说这是违宪了 虽然明年才真是失效 但是违宪的本质 是存在的嘛 所以这种偶发性的集会 并没有所谓 要事前申请的问题 所以不管 有没有人叫人出来 事实上这个事实上 事法性我认为 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那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言语上 比较冲动啊等等 我想崇业已经公开 表示歉意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别忘了哦 方阳林也一度 公开道歉过 他也公开道歉过 可是他的道歉方式 有点 但不管怎么样 他表示他也有 处理有问题啊 如果没问题 他为什么要道歉 那换句话 他也承认有问题 那这一块 警方要不要检讨 新北 台北市政府要不要检讨 先重来讲一下 这还原思义当天的状况 问一下崇业 你那天为什么会激动到 林首可能被暗杀这个事情 都讲出来 当天群众已经非常愤怒了 但是方局长仍然 不肯好好地说明事情经过 不肯为他做出的决定 以及就是相关该负责的事情 道歉 或者是供出下指令的上级 那在那个情况底下呢 他依然就是在那边 就面无表情地面对群众 或者是就是对群众 说一些我无所畏惧之类的话 然后那个铁门居然还在往下拉 还在往下拉 还在往下拉 那根本就是一种 在挑衅群众的行为 群众要的是进去报案 要的是诉求被听到 要的是方局长 对他做的事情负责 但是方局长居然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回应群众的 所以群众已经非常激愤的情况底下 我才会很担心 很焦虑地跟他说 你这样子做 你再继续这样子做 会害马政府 蒙姐 会害他自己 可能会 我那个时候情急之下 想到最坏的状况 就是被暗杀 就是我只是要提醒他 他会造成很坏的情况 有可能是他被推出来 当作替罪羔羊 被黑锅 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就是被 愤怒的群众那所伤害 但是这种流血的事情 不是我希望看见的 所以我是提醒他 你不要害你自己 被这样 被这个样子对待 可是在这事件当中 他们指指你是主谋 那你有什么认为 自己应该要平反的地方吗 你不知道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扮演的角色是 五点半我去开了一场记者会 把当天就是一大早就 公同盟一被驱离 就跑回去深远的学生 那我们讨论了一些诉求 包括可能马英九要对这种驱离道歉 方阳宁要对这种驱离下台 负责下台 那包括集会游行法跟警察职权行使法 因为这种323到411的暴力驱离 可能要负责修法 那这些然后议题诉求可能要回归反黑箱服貌 跟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那我先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 把这些诉求说完 然后我说记者会结束 记者会结束 那个跟我来的朋友 可以回立法院去申援公同盟的朋友了 那在这个时候我才说 但是我手上还有麦克风 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来跟我借 那我会在现场就是帮助大家传递意见 我如果真的有任何的功能的话 那我就是在现场充当一个大声工 一个人体大声工的角色 帮助大家 这边群众有意见 然后我附送一次让大家都听到 然后也让中正义听到 那如果这边的群众不满意的话 那我就整理一下两边的意见 然后再让整体的群众去互相了解 然后去统整诉求 然后去对中正义说明 那如果这个样子就叫手谋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法律 或者是这个国家执法的机制很有问题 像你本身 你本身为什么当天会跑去 那其他人大部分是什么 在脸书上到底是看着谁的 他们会不会有些人坐在坐正 坐正因为看着你的网络 或什么你的号召力 我没有在脸书或网络平台上面 10点多已经人在立法院前面 中山南路现场 那我跟现场的同学讨论一下 说整理了一些诉求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先开一个半个小时的记者会 把诉求讲清楚了 那接下来看是 接下来路过的群众呢 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如果一起一致 那我们就加入一起声援 一起路过 一起表达诉求 如果不一致 那我可能就只是当个麦克风的角色 让他们的诉求可以被 就是比较明确的表达出来 魏洋去行政院的时候 是已经很多人 所以他就买股会 那你去的时候 你当天自一去的时候 那现场有多少人 我开记者会的时候 五点半 我开记者会的时候 大概只有三四十人 那大概一二十人 是跟着我来 我的一些朋友 一些同学 一些抗争的伙伴 那但是我记者会结束的时候 现场已经围了一两百人 大家手上已经有自知的标语 自知的海报 然后他们开始在喊着自己的口号 然后我一说结束 我一说记者会结束 那个 那个参与记者会朋友 可以回立法院的时候 那当当场群众就开始 就开始喊说 我们要路过 我们要借厕所 我们要进去报案 我们要进去告发方养宁 他们自主的开始喊起这些口号 开始喊起这些诉求 那如果真的要说 那一天的行动 有什么的诉求被表达出来 或者说有什么的 人民的权利被挣回来的话 那我觉得群众的自发性 必须要占很大的功劳 但是当然啦 如果只是拿麦克风 帮群众传递讯息就叫鼓噪的话 那我当然承担这个责任 我绝对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我一开始有预料到 我应该要承担的 那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我希望 我承担这个责任 群众受到伤害少一点 群众会信任我说 有人帮他们担责任 他们会在 如果要做什么的时候 如果譬如说要冲撞 要传递讯息 要鼓噪的时候 那会就是比较容易 有可能借由我 那我也许可以减少一些伤害发生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这是什么伟大的做法 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说 因为被台里的是公投盟 受伤的是蔡丁贵 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学生 你为什么会想替蔡丁贵 或者是替公投盟来 来开记者会 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想 你会在中正一分局前面 开记者会 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起心动念应该是四个 包括我原本的三年诉求 我原本就看马政府很不爽 这个我就直说了 就是马政府已经做了太多错事 那包括他底下的各层机关 包括江一华 江院长 然后包括方阳宁分局长 他们都做了很多错事 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要负责 就是这在我记者会新闻稿 第一段 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诉求是 集会游行法跟警察职权行使法 已经烂到导致各式各样的镇压 或者是无权的驱离 侵害人民言论自由的行为发生了 但是居然还没有被修正 但是已经宣告违宪 但是还没有看到他在修 所以这当然应该要赶快修 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是说 议题应该要回归 所以我是去那边跟群众说 不要只关注入权这件事情 共同盟之所以留在中山南路 希望留在广场内 后来被赶到中山南路上 他们还是坐在那边 是为了监督黑箱服贸 是为了要监督两岸协议监督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 那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 我们要记得他们努力 以及我们过去就是二十几天 或者是过去一年来的努力 是为了什么 不能够让这些努力付诸流水 那第四个起心动念是 共同盟的阿伯 其实不止他们 就是有非常多的群众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帮了我们很多 但是我们无以回报 但是我觉得追根究底 我还是想请教立红 到底是谁 让这一群人再度的有了这样的动作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急着在学运当晚 把人家的路权收回来 把这些人强制驱离呢 而且你一开始 方杨宁是怎么讲的 她说我没有时间的压力 我会柔性劝离 到底中间的转折是怎么样的 可是确实 他们的这个行动 也让一方支持学运的人 也认为说 他们让学运好像画下了一个 不是很漂亮的一个斗点 那你怎么看 说实在的 我觉得中任一分局的这个包围 是很容易被操弄的 那确实你也看到有人是 借由这个事件在操弄 试图来打击 这个318学运的正当性 甚至把它操弄成 所谓的警察跟人民之间的对立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是让我觉得 它让我真的感到 其实有点难过跟遗憾 那但是我必须说 就是说这个事件一直走到今天 我觉得这个操弄 就是说这个操弄没有成功 我认为 这个操弄警民冲突 就是说操弄警民对立 或者是去塑造 方阳明为英雄 甚至塑造说 因为这个手法 其实是三四十年前的手法 走到今天 你必须看 总统府必须说 他没有下令去理 江一华也说不是我 对 郝龙斌也说 那怎么会是我 就弄到后来是谁啊 说弄到后来就是 台北市警局的局长 叫黄生勇 黄生勇 所以今天台北市市议会啊 市议员也都磨刀磨磨磨 就要找黄生勇来问啊 是不是你下令的结果各位 黄生勇今天说他拉肚子 你挂病号 有时候真的觉得 我不是要 对于这些有权利的人 要特别去笑他们或怎么样啦 说实在的 赶下令就要负责 今天 我一直在讲 这吴玉生的建议 张庆宗的那个所谓的 呼隆三十秒 其实就是三一八学运的 一个引爆点 同样的状况 群众会去路过 或包围中正一分局 不就是因为 你本来方样 你就答应人家不驱离 答应财定会不驱离 你后来又驱离 是谁下令让你驱离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也是假定弄破旺嘛 对 那但是呢 这个下令者现在是没有人要承认啊 我一再强调 人民跟警方是不对立的 我不要以为 群众非常自发的喊说 基层进去高层出来 基层进去局长出来 他们非常自动自发的在喊这些 其实我想 人民跟警察 不是对立的 虽然有人要操作 甚至变成是白狼是警察的护卫者 我说过这个 这个其实警察 反共 我觉得真的 我这件事情 其实只要 我真的觉得说 马先生或者是 这个支持国民党的人 你现在要仰赖白狼 我只能说 好吧 祝福你吧 真的祝福你 因为 我就觉得这中间都很 都很讽刺 白狼早一出现在停马的场合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反旋云的场合 你都会觉得 那个场合是非常讽刺 就是怪 对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有他的自由 他有他的自由 我们要充分尊重 不过话再讲回来 为什么 到底到底到现在 是谁下令的 是谁刺激他们的吗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对 是谁下令要去离 去离公投盟的 总要有人出来嘛 怎么会弄到后来 这个 这个也不敢去面对 因为黄生勇 听说明年一月就要退休了啦 立宏我猜 所以现在就找 找黄生勇来 来说就是黄生勇 然后要精力拉肚子 他也不敢讲 黄生勇这个样子 怕事怕成这个样子 他会在学运当中 他要躲在后面都不在这里 他会有这个胆下 这个令吗 你去看 躲成这样子 现在基层说 他是小孬孬 从头到尾 大家都知道他没肩膀 那这个过程当中 会是他下令的吗 他有这么大的阴谋吗 我在帮 刚刚那个 主持人在这里 做一个解构 这里面 他不是在打台独吗 共同盟不是就是台独吗 这个过程当中 有多少激怒 积蓄出来对于台独的这个院 包括白狼上 4月1号上街头 你看他拿的是什么 他讲的话是什么 他在刺激的是什么 他在做的就是统独吗 那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已经答应不要了 那后来为什么又做这样的动作 那没有两三个转三个弯的那个人 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一打就有人跳起来吗 只有打台独 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出来护最好 那就有人跳起来吗 我们进去看结果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出来的是不是都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来那边喊着 他后面 他是支持方养宁吗 不是 他是在反台独嘛 所以他后面的意识形态 要能够操作这个的 他一定就是我刚刚讲的 当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他要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对立 跟冲突跟分裂 他才能获利嘛 那这个人是谁 我在问的是 黄生有怕是怕的样子 像你刚刚讲的 他明年要退休 这个过程当中 躲在后面都躲得来不及 他有这个能耐 有这个能力 最好 最好不要找到他吧 那这个时候要他出来 就是大家都不想担这个责任 因为我刚刚讲 曾经外媒在讲 台湾有一个内战总统 那个内战总统叫做马英九 你看他过去历来在选举操纵的是什么 就是蓝绿对决 今年这个主轴一开始就拉出来了 这个过程当中也符合这个戏码 这个状况很清楚 我不能说他是请军入梦 但是那个安排的那个戏码 那个挑衅就是要让他们跳出来嘛 跳出来刚好配合演 演了就是今天这个状况嘛 你如果说要黄生勇来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他没有那个监法 那到底是谁 至少把真相弄得清楚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 说市议员要找黄生勇去做专案报告 结果黄生勇会必须一整天都在拉肚子 没办法去报告的人 基本上我认为他是不会释下令者 但是他反而可能是一个扛责任的人 黑锅的 那我要来说的就是说 没错 其实这一波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有人要操弄统独 或者是蓝绿的恶斗 是要借机来 拉所谓的重新把低民调 因为借由统独 或者是蓝绿的恶斗或对立 把这种所谓的基本盘回流嘛 所以我想赵大钢先生 其实早就在两个礼拜前说 这个方法很危险 他确实是会 这种所谓的用统独 或蓝绿恶斗来巩固基本盘 是有效果 是会有效果 但是能够回流多少 而且这个一对抗下去 真的后果难料啊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显然背后的操弄者 他只有这一步 他只有这一步 但我比较可惜的是说 学生或者是 重演他们的 就是说这群众的这种义愤填膺 想替这个公投盟来出口气的义愤填膺 刚好去 中了车套 刚好就进了这个 就请君入望就进了这个 这个局里头 但是我还不是必须强调 你仔细看在网络世界啊 基本上 这个网络乡民 还是普遍是支持 支持这个 这个包围中正一分局的动作 虽然有批评很多 没错 但是相对起来 支持的声音还是很大 包括非常多的法学的学者 跟法学系的学生 他们都引经据点 要来帮这个包围 或者是路过中正一分局来讲话 我比如讲因为现在是新媒体的时代 你看这个操弄还是透过旧媒体在操弄 而且确实是操弄好像有声有色 不过很快就被解构了嘛 当那些相识账号 当那个暗战来自于俄罗斯 来自于埃及的时候 那个暗战部队一出来 他立刻被解构嘛 所以马英九现在啊 因为这个苏贞昌他们 谢阳田他们都退了 感觉起来民党有在 注意到318学院有在改 马英九现在今天也要下令 中山会报 他说要党要赶快要两个礼拜内 交这个所谓的党改革的报告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还是他们在干嘛 他们他们的重点 还是在讲要锁定文宣啊 跟新媒体啦 换句话说 他们有同来没去注意到说 马政府或马英九 你的政治主张是不惑人 您信任的 你要调整以及你的手法 你的这种反民主的手法 已经引起公分了 这些都是马英九必须要调整的 结果他不是他不会去检讨自己 他检讨你看人家都用新媒体 你看学生随便滑一滑就来这一两千人 对不对我们动员还要花钱 还要干什么 所以基本上马英九到现在 还是只在意文宣跟新媒体 所以我必须说啊 我认为啊 就是说接下来 这个有违把的事情 我想重演他们都会去面对 都会去面对了 但是还是一句话 有一个美国学者讲得很清楚 他说民权都是靠违把争取 来的 民权都是靠违法争取来的 并不是我一定要替违把说话 而是说在这个政府体制里头 立法是政府机关在立 执法者也是政府机关在执法 变成政府就是法 那你今天你要跟政府争取权利 你当然必须要冒着违把的危险嘛 说实在的 如果当年太阳 当年的野百合学运呢 那当时的领导者是跟马英九一样的脑袋 我告诉你 也许我们到今天啊 我们的立法委员还在提尿壶啊 你知道吗 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 听着暗铃 接着全部到 这个有人推轮椅 有人拿着尿壶 提着尿袋 去异常暗铃的啦 所以基本上我必须说 以马英九这种态度 我很遗憾的是 这个三百年前的这种老观念 其实到现在 是马先生还在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在进行的 那包括到今天 他要开党团大会 还是排除王金平啊 他要开党团大会 还是试图去用党主席的权威 直接去凌驾 这个立法院的国会自主啊 所以我必须说 马先生是不会改的 所以我认为人民 迟早必须要对马英九 施加更大的压力才对 那个罗伟 现在要解开四一这个解 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方养宁到底 有没有承诺说 我当天早上 我是不会去理你的 那他如果嘴巴讲出来 他后来为什么反悔 这个点就是要弄清楚的 第二个更重要啊 那到底谁改变了方养宁 方养宁如果跟蔡定会讲说 你本来是不用的 那上面下令 他讲的是王卓军 那真的是马江吗 这个下令的人 不能是常境者哦 这东西要清清楚楚 以后随时再上街头 能不能再包围警察局 他们自己也要去弄清楚 这个事情哦 那个方养宁 他有没有那个权利 去承诺说 那个 他说不要驱离他们 那这样子方养宁是独职的 你今天 你他所驱离的 并不是说 他们公投门 他们在 在申请的那个录权的那个地方哦 他是整个是在 那个立法院的大门 大门就让你围长那一块 就那一块的一个庭院里面嘛 可是你知道你这个广场 对吗 你这个广场假如说当时要退的话 你这个运动这个主轴是谁 是学生嘛 也就是说我们那时候 所以已经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了 对不是 本来这个协议 这个一开始的主轴是学生 做反胡帽嘛 把发黑箱胡帽嘛 可是后来就很多人 掺杂进来嘛 从一开始就很多种反黑箱胡帽嘛 可是他们的一个劫策中心 劫策就在一场里面呢 立行劫策中心的人 都怎样 都排除他们外面这些人嘛 所以也就是说 蔡定贵老师他认为说 那你为什么 你要走 你去走好了 为什么要连我们都一起走 那今天立法院的院区里面 可以被这样占领吗 也就是说 你当协议策刺的话 你本来在围场里面 你要撤离嘛 那方阳林 他去答应说 我不给你驱离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耶 他本来就要驱离嘛 所以他为什么会答应 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了 那他有 那当然后来方阳林讲说 他只是答应说 他没有要强制驱离 他是后来用罗姓驱离啊 他是用慢慢把他们抬出去啊 他没有用所谓强制跟那个 当然不要玩这种数字 这种文字的游戏啦 他是说 他要用罗姓的驱离 所以还是驱离啊 我是觉得说他驱离他们 我是支持的 我这样就这是一个公权力的形式 你不驱离才是赌职耶 那谁下令的 有什么不敢讲 你假如是合法的驱离 你合法的驱离那个话 你就讲出来有什么好怕的 王多军就王多军嘛 马英九就马英九嘛 这样一话就这样一话 他们心虚啊 对不对 有什么虚虚 你驱离嘛 那至于说 你今天 你那方阳林 你被人家可诟病的 我是觉得这个 我就蛮不认同他的 你为什么把他驱离就驱离了 你为什么包括人家的路权 原来站在那个2000多天 2000多天站在的那个位置上 你干嘛要把他取消掉 那你为什么取消他 你说好取消他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违法 这2000多天里面 难道都没有违法吗 你以前你为什么不驱离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驱离 你在激怒人家嘛 那你驱离的好嘛 你假如说你驱离游离 你干嘛又恢复人家 你干嘛又恢复路权嘛 也就代表你自己承认你的驱离是不对了嘛 所以你这个发表你要不要为这个负责任 你到底要负责任了 所以我是说要分不同的程序来讲 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太阳花变大长花 其实都已经有点变质了 你从原来一开始的反胡帽 我当作那个起火点是反黑箱胡帽 到现在排到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蔡丁会叫做什么统独问题 还有言论自由 还有继续监督国会 这些也都是一开始到现在的主持 所以我是对我说 其实有一点变成像这样一个撕裂掉了 包括现在有很多 在网路上也是婚良派啊 有人说什么要去找什么 要到那个方仰宁的老家 去对他80岁的妈妈什么要去路过 有人讲说要去那个那个 红重叶他家也要去路过 那当然这个路过始作庸者是谁 是你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嘛 白狼 你记得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 政府处理事情一定要到同一个天平上 假如你白狼事件你认为他是路过的 那学生也可以去路过啊 谁都可以去路过啊 所以你今天你不能够用双重标准 来对待同样一个社会的运动的一个事件嘛 所以假如说白狼事路过那你学生也是怎样 也是路过 我是觉得现在假如说今天马总统说 他要提出党的改革 或是说他要跟党的一个座谈 我认为说马总统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应该赶快来取消 就是赶快来弥平这社会上的分裂 这才是最重要 否则一下子包围欢仰宁家 一派要去包围红重叶家 那这社会变成什么 现在面对问题把真相出来 那问题才能解决啊 现在现在是大家在问 学生已经站出来 郑重的道歉了 那现在什么 警方连当天到底是谁下令 是分局长还是局长 甚至 蔡定位讲啦 那不是马就是姜 那到底是谁 如果是做事正确的 为什么不能讲 更担心的是什么 蔡定位他们已经讲了 最近这几天没有正面回应 他们要爬过那个围墙 那个推土机都要来了 那到时候是谁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 玉华帮我们追一下 好 就像刚才来宾所说到的 到底是谁故意在操弄中 中正一分局这整个事件呢 这幕后是不是有的 所谓的藏进人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你 一起来分析这整个事件 你看到就在学院退场的时候呢 传出了一个消息 说台北市警察局这边呢 要被主公同盟 在立法院这边的集会的申请 而且以后呢 都不会让他 都不会允许他们的申请 而且呢还突然 在4月11号 突然把他们全部都强制来驱离了 所以啊 很多民众啊 就在当天的晚上和下午的时候呢 就是包围了整个中正一分局 就引发了这整个事件嘛 而当时呢 包括了中正一分局长方养林 他也有出面来道歉 甚至还有口头请辞 不过这件事情啊 后来呢 引发了正反两面的舆论啊 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 到底是谁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明明知道学院已经要来退场 而且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非常的敏感啊 选在这个时间点 挑起了整个事端 而且引怒了这个民众 所以有人说这造成对立啊 其中一定有幕后的黑手 怎么说呢 因为公同盟的总招 蔡丁贵告诉大家说 他其实有直接问过方养林哦 而方养林给他的答案是说啦 因为上层有施压王卓军 所以啊 虽然有承诺啊 所以后来呢 也没有办法 一定要把你们给驱离了 所以啊 他就合体拐押 可以施压王卓军的人 是不是马总统还是姜仪化呢 不过呢 总统府在这边 在第一时间 他就马上来否认说 并非他们受益 不过很巧就在这个时间点 又一个不具名的警政高层说 他知道这个人就是郝隆斌 是郝隆斌下令来驱离了 好 你看到这整个事件 到了这个阶段呢 其实没有人敢承认 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哦 不过到后来呢 舆论好像越来越多偏向了这个方养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郝隆斌又跳出来说 其实啊 是我们的市警局长黄生勇 是他下令驱离的 而且他会一肩扛下所有的责任 甚至黄生勇也承认啊 说对啊 是他下的决定啦 哇 很多人说 这个时间点才出来承认 难道你是要故意来收割吗 好 但是整件事情 真的有这么的单纯吗 是黄生勇他看这个公同盟 这一群人他非常的不顺眼 所以故意要把他们来驱离 而且还选在学运退场的 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吗 但是这就奇怪 因为呢 其实刚才大家都有提到嘛 公同盟在立法院这边静坐 五年多的时间了 其实跟这个市警局这边 有很好的默契啊 有可能这个时间点 他们故意要来驱离他们吗 似乎也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合理嘛 所以现在有人在说啊 这其中呢 一定是有幕后黑手 而且呢 是笑着看这一群民众呢 在包围中正一分局啊 感觉上呢 他这个所谓的操弄啊 一切呢 都好像照着他的计划在走 好 但是到底谁才是这个幕后的黑手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 慢慢地沉淀下来 大家冷静之后 好像越来越多问题浮现出来 现在更多人想要揪输这个幕后黑手 不过我们在讨论之前 先来听看 好 龙斌对于这件事情 他是怎么回应 4月11号早上啊 是这些民众在立法院大门院区是非法的集会 那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衡量当时的状况 然后本于他们的专业 然后做出判断是合法柔性的驱离 这个命令是黄生勇局长下的 当行动完成以后 他跟我报备 那我个人也觉得他的判断 他的作为是合法而且妥事的 所以我全力支持 小段今天下午有一个重要发展啊 也是方杨原本来又引动说不驱离对不对 后来为什么驱离 他说他的指挥钱被转移了 那么就要问谁有办法去转移他这个 第二个也是奇怪的 这如果好事下定驱离是好事情 那这一堆人应该说要承认才对啊 总统我曾发个声明说跟马英九没有没有关系 这实在太怪我们家更单是什么 这个随时还会有状况 那到底指挥钱是谁来 方杨宁还是局长还是马总统啊 是啊大家都说 这个执法是正当的 如果执法是正当的为什么不敢承认 抢这个 然后白狼 白狼是路过 但是你要知道白狼路过的规格比那么高 白狼是坐在指挥车上面路过 他的指挥车上面车上指挥群众 不过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要从学生的角色开始谈起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 我们一方面肯定学生充满理想性 敢冲撞这个体制 可是我们一方面又把学生的角色跟 也就是说像洪崇燕这样子 或者林飞凡他们 这个二十来岁 当然他们已经成年人了 他们是成年人 可是问题是 他们手上所掌握的资源 他们的社会历练 跟他们应当要承担的责任 我们把他们的这个高度 跟一个警察 警政署长 跟一个行政院长 跟一个部长 我们放在同等的高度来看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自己去想象 这些学生就应该要成熟到自己 知道说我就是应该要循规道具 我就是不应该引起社会的这个冲突 其实坦白讲 这个社会会进步 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冲突 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1983年 我还记得 我已经不晓得什么原因了 一群人啊 那时候在选举 跑到赵少庚的场子去闹场 就我已经忘了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大家看到 那个公园里面有赵少康 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 我们就去买了布条 然后就写了字 就拿毛笔 那时候都用毛笔写 写了大字 然后就开始坐到那个 他的观众里面 然后赵少康上台 讲了两句话 我们就把布条拿起来 说开始喊口号 可是坦白讲 我已经忘了是为什么 去看赵少康 那时候他是媒体金桶 我已经忘记了 可是你要知道说 今天的学生的可贵 就在于他会闹事 因为他们看到了 社会的不平 他们直接反应 他不像我们瞻前顾后 我们过了三十年 已经没有当初 那样的勇气了 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包袱 我们已经是人生历练 已经有很多的妥协了 我引用 这个我的好朋友 龙印台部长的话 龙印台 我的好朋友 龙印台在野火集里面 他说 他说要给 不会闹事的一代 他要给大学生 他鼓励大学生要闹事 在野火集八十二页 他说大学生就是要闹事 大学生看到不平 就是要起而行 我在引用龙印台 我的好朋友讲的一句话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一本 他的书里面 他说 他说 看世纪末 走向 向你走来 这本书 他说 他在德国的时候 德国是个民主国家 法治国家 他说他在德国的时候 他被拦下来 被警察拦下来 那叫德国秩序局的执法人 他对他咆哮 他说恶法非法 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所以他拒绝缴罚金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说 当你面对 不正当的法律的时候 你就是要反抗 所以我们为什么 那个时候要反抗 刑法一百条 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要 要求要 废止动员开战时期 临时条款 我们那时候为什么 要反对这个 反对那个 如果说 我们都要守法 所以我们就永远 现在还在戒严 然后你看 今天的 我们回到 四一 在中正一分局 我也到现场去协调 我说可能不知道我在 七楼跟他们开会 我们是尽力防止 这个事端 会不会再发生流血 发生冲突 但是我跟大家讲 最后有没有冲突 其实没有 大家觉得那个场面不好看 哇 那个声音 砍成那个样子 大家做一个什么动作 你看画面上 就拿一张白纸 在那边 在那边 喊口号 对不对 国家暴力 国家暴力 对呀 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纸 就用双面胶贴在 警局的墙壁上 最后那样的一个 我们不希望看到流血 是没有发生啊 现场的指挥做什么事情 现场的指挥 其实不断地在疏导大家 请大家往中山南路移动 请大家去到那个 公投盟的基地 去声援他们 其实 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 一个没有发生冲突 是场面是不好看 可能让 这些都市中产阶级 看了觉得不舒服吧 可是我们回到 3月24号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每一个人都记得 警察是怎么样去对待 我们觉得好 我们就不要讲几档 少数的警察 可能失控了 他们是怎么样去对待 那个没有 手无寸铁的群众跟学生 在那边喊和平和平 你们有没有看到 警察拿棍子在追打群众 你们有没有看到 警察拿着盾牌 对着那个坐在那边的学生 这样子砸 这样子打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一个王医师 被棍子打到在地上抽搐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一个林老师 被头打得 满头是血 然后就缝了五针 好 我要跟大家讲 警察 警政署 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当要约谈这些学生的同时 警政署给了立法院一个答复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3月24号那一天 有关本案警察机关执行相关刑务及使用警线 采取各项职权措施 均因警察职权行使法及警线使用条例规定办理 以不预约所欲达成执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且应以对人民权益侵害最少的适当方式为之 表示什么 表示我都没有违法 而且我所采取的手段 通通都是侵害人民最少的 这个限度 我都没有超过这个限度 到今天为止 在3月23 24号 因为那个事件所被处分的远警 总共有几位呢 我跟大家讲 总共有五位 这五位都是因为在网络上面 讲说要用什么长盾 把人家打到血喷出来那种 跑不掉的 发表言论被找到的 他们被处分 被申戒 可是在现场 那些让我们看到面目清晰的 在追打群众 追打学生的远警 没有一个 不要说处分 你们现在哪一个可以告诉我 他是哪一个单位的哪一个警察 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 媒体讲不出来 我们立法委员去查查不出来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这个事情就这样没有了 警方给我们一个报告 就是这样写的 好 我们要问 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比较严重 一件 是群众自发的机会 是 我们不希望看到 可是我跟大家回忆一下 中立事件 有没有包围警局 选举舞弊 对不对 1986年 在台南群众包围新营分局 为什么 因为选举作票 这两件事情 一样是包围警察局 可是大家怎么看 古山事件包围古山分局 大家都把它看成是 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里面 一个重要的事件 有人去指责群众吗 没有 大家都说这是 有拉国民党的 当时你看现在国民党敢指责吗 也不敢 好 相对于学生或者群众自发 在那个地方 其实并没有造成流血事件 是一些造成的确是不愉快 可是你相对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 受过训练 拿着国家赋予你的器械 警械包括长棍短棍 包括盾牌 全副武装的这些远警 我们的政府所做的是什么 当那一幕幕 呈现在人民眼前的时候 我们政府做了一件事情 把网路上这些画面 想办法全部把它拉掉 就是这样而已 那你说 相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这个社会的标准 要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 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求 什么叫做公平正义 不过其实讨论到现在 我们的主族一直放在就责 当初到底是谁 刺激了这些民众 去包围中正义分局 其实郝龙斌很吊诡的是说 今天台北市局长下令的时候 其实有告诉他 所以他也同意了 那为什么第一时间他不承认呢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时间郝龙斌是说 对这些驱离民众 要采取宽容的态度 到底为什么而改变呢 但是讲到郝市长 我们就讲到当年的马市长 其实当年 这个红山军施明德 因为倒点行动 遭到检方以违反 集会游行法起诉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台北市长 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马英九怎么讲 他说红山军事件之所以发生 都是因为陈总统贪毒所造成的 所以追根究底 陈总统应该负责 那以马总统的逻辑 我们来看今天 追根究底到底谁应该负责 光是一个谁下令驱离都没有人敢出来认 大家推来推去的 最后到底谁应该跟全国老百姓道歉 主持人问得很好 如果回归到4月11号 周五早上6点半 整个事件的原因 谁下令驱离吗 是方养林吗 是黄生勇吗 是王卓军吗 我认为都不是 因为王静委员长已经说了 他在立法院内 不主张去离的 所以 蔡英贵教授的怀疑是合理的 合理怀疑 不是马英九就 将一话 我觉得他们两位不敢承认是因为 害怕官邸被包围 回到 这个 洪同学的 问题不在大小 关键在态度 至少他从脸书或今天的记者会 乃至现场的态度 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 非常好 这个态度非常好 当然这里面 最严峻则是你用的这个暗杀这两个字 其实 现场听的或看报纸都非常刺眼跟刺耳 这点的一切不同 你也承认说是违反回报令人的道歉 我觉得 这是用口头的 我觉得不至于说马上狂合 我觉得这一点又退言过度 还有原因是 陆群取消问题 这是我昨天说的 行政材量权难道可以超越宪法 法律或大法干的解释吗 当然不行 所以黄晓宁分局长是站不住脚了 他撤回了 也就是人民有表达意见 言论跟集会结社之有 这核心之有 我是这样看待 那天在包围中正一分局的事 守谋 何来守谋 其实从大谱事件以来 这个就是手机啊 等于是新来战争机器嘛 一呼百应就来了 何来守谋啊 你这无从事到啊 如果守谋的话 那天一千人都请去地检署去自守吧 没有守谋这回事的 路过 那这是警方 方分局长你制食恶国 当警察为白狼黑道解套 留下的恶性循环了 没有错吧 政治没有示威 是有因果的 为什么 独厚白狼而要惩治 洪同学呢 我觉得没道理 那一天白狼的言论 充满着种族主义的歧视啊 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在新加坡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这种言论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种族法律法 马上起诉啊 判刑啊 甚至马上羁押 为什么独厚白狼 好 我当然认为这是公民不服从嘛 是抵抗减的形式 但是亨利索罗他也告诫说 公民不服从 不要忘掉你是公民的角色 这一点 肯定要给大家一个教训 就是说 你公民在实行不服从的时候 法制 我觉得几个单位肯定要非常小心 检察局 地检署 包括法院 是不是适合包围 这也是有很大的争论跟影印 这是很大教训 就是说 你对立法院行政策冲撞 为什么没有引起那么大的争论 反而冲撞或包围 我应该说包围 引起那么大的争论 这一点可怕是 未来的社医人士 大家要好好小心处理的 做对比吧 洪同学几度道歉 为什么整个世界的起源者的马英九 为了服务的程序 到今天为止 没有出来道歉呢 没有 这很大类比 我看到今天晚报把马英九要提的改革把它提出来 这是什么改革 包括新媒体 就网军的观念 我觉得最应该被改革就马英九主席本人了 不是吗 我觉得包围或冲撞中正一分局事件 造成是个小事件 媒体有人恶意把他反扑 不要当一回事 为什么呢 我特别引用林怀民 我过去认为林怀民是一个舞蹈者 前阵他说他不愿谈话以免模糊焦点 就他怎么表态了 他在政大演讲 就政大前校长政大臣说我们政大交好了林怀民 我把他怎么交好林怀民引述如下 林怀民做一个中介的一个艺术家 他怎么替太阳化学院定调 做结论 他说 现在的台湾时代 创造现代年轻人的容貌 我们受他们的激励 请一定要继续做我们的楷模 第二点 年轻人的脸放光 漂亮 精神是凝聚的 整个人有焦点的 第三点 现代年轻人很优秀 我倒希望地检署 传讯林怀民叫做证 不是吗 做个中介艺术家 已经做了那么好的诠释 我觉得 有意反扑学院者 那些保守力量者 我再讲一次 历史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站在错误历史一遍 问一下洪同学 今天你们在讲什么路过警察局 法务部长已经清清楚楚说 推翻这个了 他说不是谁讲的路过就算 要看行为 而且检调都检警 都已经在搜证当中 他特别讲了一句话 不只是搜证 你们敢你去冲撞的话 就要追溯你们的法律责任 我们本来就会承担法律责任 我当天在现场说我会承担法律责任 也呼吁所有在场路过的朋友 应该要承担他们自己能力范围内 能够承担的法律责任 如果不行的话 他们可以就是来去自边 他们可以路过去其他 他们能够 而且愿意去路过的地方 这个是在场一直 不是只有我 也包括律师 包括声援的团体 一直在重复的事情 那这场的路过群众都知道 有可能会承担到法律责任 他们依然选择继续在那边路过 我们是勇于承担的 我们是勇于承担的 可是我们在面对的是 无能而且不敢出来承担的政府 这让我蛮失望 那说到路过 路过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要由请法务部长 赶快说出来 要不然底下的远景 底下的基层无从执法 这样基层的压力就 基层的压力就变成是 罗部长要负责了 你是不是本来就有准备要承担 对不对 可是现在你们担心 现在林飞环他们检警今天讲的 都传出去了 林飞环他们可能下礼拜都要约谈了 对不对 然后你是礼拜 可能搞不好最快后天就要被接 你们怕这是一连串法律的追诉 像你最重 七年 林飞环有搭算了一下 最高可以到15年 你们会担心这个 其实大家本来就已经 或多或少有在扛 我自己是没有 没有被起诉或者是没有罪责 没有发生过罪责 但是我自己也在跟 那个徐世荣教授一起在控告 警方执法过当在大浦事件的时候 那个司法程序当然是非常冗长漫长的 包括像是林飞环、陈伟廷 他们其实都已经被 他们都已经在司法程序里面好久了 讲直白的 我们出来改革 我们出来面对 我们出来站在弱势这边 我们没在怕 就是司法的责任 或者是反扑 我们没有在怕这个的 除非法律的追溯之外 其他压力也没有很大 像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 魏阳连家里面 魏阳现在只能在美国还没回来 他妈妈今天出来讲 连家里都接到恐恶心了 你没有 我前两天电话几乎没有办法使用 因为平均一分钟有三通保密来电 那我有尝试接起来 大概十几二十通 全部都是辱骂 譬如说骂我是小孬孬啦 虽然现在你知道小孬孬都不是我 那譬如说叫我回家洗洗洗洗 或者是骂我脏话啦 然后批评我 大概都是这种 而且也是保密电话 他也没说他是谁 在我脸书留言的那些 我还比较尊重 至少有名有姓 有地方 那我们面对面谈 或者是你就公开来谈 这些我还比较尊重 那保密电话打来恐吓 他对事情到底有什么帮助 他对负责任 如果我犯错的话 他对负责任到底有什么帮助 他对台湾社会改革毫无注意 那这些其实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第一时间也打电话 跟我家里讲 请他们就是进出小心 然后有请他们联络律师 如果有任何的 任何状况发生 那我们都已经做好应变的准备 当然还是很担心吧 当然还是很担心 家里很担心 我也很担心家里 可是他们也知道 我一直以来都是 不是只有我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走在这条路上 不过你说法务部长要来 应该要定调路过的事情 但法务部长倒是已经定调 他不认为你们这次反服貌 是符合什么 什么公民不服从的任何一个条件 但是我也希望 我要给观众朋友看 林飞帆跟陈维婷 对于这次行动 他们的看法 我们等一下也请教同学一下 我们看林飞帆是怎么讲的 其实他说 对于公投盟 申请陆权遭到永久禁止 还有在清晨的时候 中正一分局 方养宁撕毁了 跟蔡丁贵教授的协议 毁诺驱离了中山南路 公投盟的民众 他认为是应该要严厉谴责的 而且据他所知 这个行动是由网友发起的 他特别帮红虫燕讲话 说他并不是实际的发起人 不过他却反而因为现场 缺乏组织 没有人指挥 主动扛起了指挥的工作 所以他认为 同学的责任感是非常令人敬佩 应该给他肯定的 但是最后一段也蛮值得大家深思的 他说希望所有参与这场行动的朋友 要沉着而坚定的行动 因为摇摇欲坠的执政者 现在已经在癫狂时 往往会做出令人难以预料的 这样一个决定 那程维廷更是力挺 他说他一点也不觉得 这场行动是模糊了占领行动的诉求 他说一码归一码 该就责的就该被就责 这一次如果不是方养宁 明显的跨过底线 群众也不会如此的愤怒 至于那些在骂洪崇燕坏事的人 你们给我闭嘴 他说今天他承担起这个场子 而我却无法在他身旁 我感到非常的愧疚 而且他说 大事不甘心 这个原谅就没有可能 这个政府如果再不悔改的话 就等着被群众来淹没 但是我要请教崇燕的是 对于林非凡说 你们现在应该采取的是 沉着而坚定的行动 所以感觉上似乎 也有些人确实也觉得 你们行动莽撞 那你怎么看呢 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边 就是因为我担心 譬如说我担心群众 可能没有想太多 他们就开始冲撞 他们就甚至冲进警察局 他们再没有想到说 要找律师 要找医疗人员 然后要负担 后续法律责任的情况底下 他们就冲进警察局 所以我在场 我在做的事情是 跟他们说 有哪些医疗资源 有哪些司法资源 可能会承担哪些责任 那请大家在自己判断 自己做决定的情况底下 充分资讯的情况底下 做出自己的判断 那我在场我顶多就是一个大声工传话筒 帮司改会传话 然后帮群众汇集诉求 然后我顶多就是一个 一个公民的就责会议的主持人 公民的路过就责会议的主持人 对 那当然我愿意承担 如果有这样一个恶法 集会游行法 他就是要抓守谋来打的话 我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但是我承担责任的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要保护在场的群众 不能说保护他们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力量 一方面就是为了要避免 他们受到国家太多的干涉 让他们的意见能够充分表达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如果我因为守谋的关系 那这样接下来就是诉讼战 就是司法站 那我希望把守谋这个东西拿掉 现在已经不是守谋的时代了 事实上法务部长等于是 推翻那个学生的讲法了 对不对 什么路过 你们讲是警察局叫路过 我很清楚 什么叫做路过 我在说证 而且我法务部认定了 检调检警才是真正的 而且他讲的那句话是很重的啊 你们敢来冲撞对不对 那我就敢你去法 你法律责任你就要开始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后天可能洪同学就被约谈了 下礼拜凌会他们都一串串 这看起来法律最早就已经展开了 当然路过这个名词 最早的白狼这个运用 所以如果要处理的话 先告诉我白狼算不算路过 才有后面讲说 有没有路过的问题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执法最怕双重标准 当你碰到这些抗议警方 这叫不能路过 然后支持警方献花的 这个叫路过 那个双重标准 马上被大家戳破嘛 还没讲 我如果还记得的话 324那个攻打 这个进攻行政院完之后 我在很短时间 我在节目上曾经说过 那天还好有魏洋在现场 任何这个参与过 或搞过群众运动人 最怕一个事情叫做群龙无首 换句话说 当这群人没有任何人 可以指挥的时候 甚至是 讲南天叫乌合之重的时候 一旦跟警察有对立的话 那打起来乱起来 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讲说 守谋啊 有时候是好的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有办法可以让群众 即便不是他带来的 他有安补群众的能力 帮助群众 可以用理性温柔的方法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 可能他们要抗议的对象 刚才那个段伟也提到啊 整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看到人 丢一个砖块出来 顶多撒名字嘛 对 更重要我还看到那个什么 把那个整个警察局 贴满了那个抗议的 这个标语 坦白讲我认为 这个还是和平理性的 甚至有人认为啊 这是一个非暴力抗争 一个蛮重要的典型 用一个所谓 临时到411 引印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抗议标语 贴满了这个警察局 我认为是一个 所谓的非暴力抗争 不温重运动一个典型啊 只不过当然 这个同学提到了 他可能有语上 比较这个 原理比较刺激的一点 甚至可能有认为 比较刺激到警察 所以啊 你道歉了 所以我这一次是给接受的啊 可反过来讲 如果当天 没有重演他们在现场 是一个完全群龙无所 就好像他讲的 我5点半开记者会 6点结束我就走了 留下随便你们了 这些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这些人 当警方找不到手帛 没有任何拿麦克风的话 搞不好情况更严重 万一有人 只要某部分人在里面煽动 说冲啊 打啊 那情况会不会更严重 所以拿麦克风的人 就是手膜 那我觉得这个定义也太大了吧 他搞不好是为了 化解这个可能的冲突 采取的 有必要的一些安抚的动作 尤其我真的非常感谢 这些同学 他们过去以来啊 参与很多的活动 他们是有社会运动经验的 一群学生 当他们拿起麦克风的时候 他们在做的事情 搞不好是安抚群众 而不是煽动群众 才做必要的 这种可能 这种 在场其实很多人都在做 没有说吧 所以不止他嘛 有经验的人一定是安抚群众 对 当场有没有看完喊一句话 冲啊 没有 打啊 没有 所以如果这个运动 最后能够平满 安全落幕的话 和平落幕的话 我觉得某个角度来讲 警察应该感谢这些群众啊 因为群众里面 难免有穷州的嘛 一定有嘛 但还有另外一批 他们有经验的 安抚的群众 这个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啊 但回过来 看一个问题的增结 同学已经道歉了 如果当天的趋力是合法的话 而且是 真的是有正当性的话 那那天 郝龙斌10点10分 开记者会晚上 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讲说 是我下令的啊 对啊 他可以讲啊 他说我还没有清楚 我要了解一下状况 没有嘛 对 如果这是一个正当的 而且是有必要的 趋力行动 郝龙斌10点10分 他第一时间就应该讲 我下令的 而且是有正当性 他应该帮方养宁来承担啊 没有嘛 还要调查半天之后 原来是局长下令 这不是很奇怪吗 显然这个下令这个指挥官 或下令的人 绝对不是市长可以决定的啊 搞不好署长嘛 记不记得 当把学生赶走之后 王仲军讲了一句话 现在立法院我接管 哎拜托 立法院什么时候轮到一个 警政署署长来接管一场 还有这场立法院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广场里面的东西 即便我想 罗伟员也不能接受啊 立法院里面 围墙里面 轮得到警政署长说 他接管吗 对 对不对 也要立法院长同意啊 立法院里面的广场 就是议场前面 现在都还是摆着正报装 对嘛 所以这个是显然 是有问题的嘛 所以我们讲 整个指挥的体系 显然不是所谓的 方阳宁 甚至不是台北市警察局长 可以做这个决定的 好 现在看起来 那个学生已经道歉了 而且他们讲了 下礼拜或者什么 这几天开始法律追诉 他们是愿意承担 那么就问啊 政府至少让真相清楚 那该道歉的 该承担责任 政府自己本身也要富起来 包括马总统 哎 看起来是紧张的啊 他今天提出党说什么 党要赶快去改革了 更重要 今天晚上他亲自去作证了 国民党历恋党团这个大会 他说什么 包括王金平的官司 包括学院的事情 要一个好好的回应 这问题是 真的有心解得开吗 来 我们请我调查一下 好不好 最终一下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其实在今天呢 马总统是特别到了党团大会 表示说呢 他认为呢 在所谓的文宣 以及新媒体的部分呢 应该要多做点加强的动作 但是我们在这边呢 真的非常好心 要来提醒一下马总统呢 也就是其实在太阳花之后呢 你现在已经面临到了三大危机 而且这三大危机呢 很有可能会撼动到 你在台湾的统治正当性了 我们就先来看到的是 在国民党的部分了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来宾火旺老师就直接讲啦 他认为说啊 其实在这一次呢 年底选举国民党想要赢啊 恐怕几率真的不太高了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同样的声音 也在国民党当中有传开来哦 因为有立委呢 他不具名的想要表示了说啊 他认为呢 其实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呢 谁能掌握世代对话 那么才会是下一个世代的赢家 而反观呢 其实民进党好像现在 已经在做一个统筹的整合动作了 但是国民党啊 竟然是动也不动耶 所以呢 这一位不具名的立委就表示啦 如果说啊 这国民党现在还是维持着 传统选举的思维的话 感觉起来呢 就是年迈的老人家 遇上了活力充沛的年轻人 这也代表呢 未来啊 在都会区将会流失大量的青年票 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根据呢 当然是有 不要忘记了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呢 短短几天时间呢 就号召了50万的黑山军走上街头 而这50万人呢 是实质走上街头的树木 那么其他在家里没有出来的 想法会是什么呢 恐怕国民党真的要来好好省私一下了 但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在这一次呢 也很奇妙哦 因为喊出一个口号叫做 马办不如台办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来讲呢 在两岸这个关系上面呢 马政府应该是要居中协调才对啊 但没想到呢 在经过这一次学运之后了 但来看到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怎么说啊 他说呢 如果这一次呢 在今年还有机会到台湾来做访问的话呢 他呀 愿意跟基层以及中小企业 还有学生代表来见面沟通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会不会是大陆这个部分呢 他们觉得说啊 马政府啊 你居中协调 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更难调解的状况之下 那我还不如直接呢 来跟基层还有中小企业 以及学生见面沟通 还比你马政府居中协调来得更快速 而且更明确吧 但是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呢 其实现在呢 大家都把目光放在立法院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了两岸监督条例 以及所谓的服貌协议呢 现在都在立法院耶 那么立法院的大家长是谁呢 不就是王院长吗 说真的 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立法院的确是需要王院长出面来摆平啊 但没想到呢 我们的马总统 我们的马主席呢 现在却对于这王金平的党籍官司啊 继续追杀 到底 其实要看到呢 不管是从选举 一直到所谓的马王政争之间啊 这一路关系下来呢 其实都撼动到了马总统所谓的统治真当性 所以我们就来问问啦 马总统 走到现在好像什么都没了 除了你的任期还剩下两年之外 马总统你到底还剩下什么 哎 立农 所以马英九看起来是有紧张的啊 所以党门大外人要亲自去 现在问题是刚刚先你给他报告这三项 哎 每一项他都解不开啊 王金平的 哎 你说什么你要去跟他和解 哎 你官司都上诉了对不对 你怎么去推这个东西 整个服貌都在这边 连学生 哎 他有好好去回应吗 刚讲了 哎 黑岛军以前讲了 连马英九去中研院 他们都要去呛瞎了 连接下来中国都对他都不信任了 马总统这样搞下去的话 那是9%的问题 整个统治政策整个都摇摆了 呃 礼拜五 这个马英九要去中研院 好像是要演讲 那黑岛青 我刚才有看到他们的新闻稿 他们是说呼吁大家 其实是要穿着正式 而且要带着礼物 带着花 带太阳花 去听讲 去听讲 所以他们也没有要呛瞎啦 其实 我相信就大家带着花 去欢迎马英九 去听讲 就看马英九自己 自己要怎么去跟学生来面对啦 基本上 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马先生到现在 他对学生 我想对318学运的学生 或者是他背后支撑的NGO团体 他其实是绝对记恨在心的 而且他这种人啊 真的是蜘蛛 避记 避记的 避教的人 他绝对会报仇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罗英雪 他反映的就是 马英九的意见 就是说 哎呀你们说路过 是你们讲的吗 对不对 你要知道 我刚刚说过 法律是政府定的 解释权也是在政府手上 执法也是在政府手上 今天是我说 是政府说了算啊 所以今天 罗英雪摆出来 就是说 哎呦 你现在是 你们自称说 所谓的 你们是说 公民不服从运动 我可不这样认为 你们别想说 那是公民不服从运动 但是你要知道 两个大法官 曾经做过大法官的 应该 好歹在年纪上 也应该算是 罗英雪老师啊 都出来讲 这就是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 所以 没关系啦 我觉得 罗英雪它能反映什么 它就反映马英九的 马艺嘛 而且你可以看 今天罗英雪讲的话 好硬啊 你知道吗 真的好硬哦 这真的是好令人害怕哦 对不对 但是 我必须说啦 其实它越是这样的硬 马英九越是这样的硬 其实我是越乐见了 说实在的 从去年开始 我每逢过年 我就说 今年再继续拜托您的马先生 因为我已经预见到 伊马英九的性格 它只会让自己 陷入更大的 跟人民对抗的僵局 而且想不到 这两年来 它从 所谓的 这个 油店双掌啊 开始 一直走到现在 它现在是 把自己 真的弄到 跟人民是完全 对立的这种状态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刚刚还特别点出来 它的想法 以及它周边末了的想法 却是想利用这种对抗 来搞这种男女二斗 所以马先生 其实是 他的脑袋里头 他现在还在计算选举嘛 比如说318学运 这个退场 他立刻隔天就跑去宜兰 浮选啊 所以你要知道 马英九这个人脑袋里头 真的是只有权力而已啊 事实上 我想学生可能用的方法 尤其你说去中正一分局 这个是会吓到很多台湾人的 好 那 但是 马先生其实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的就是 我要怎么样来扳回议程 所以其实也有一度传出来说 高层是要 是连411那天是要驱离的 是要驱离的 只是 我想台北市政府当时是 是多所考量啊 因为当天晚上我知道 郝龙斌六省五组 他其实是很担心 这个事情扩大 所以 驱离并没有成真啊 甚至还叫 这个方向林口头请辞 来希望学生 或者希望群众赶快撤退 隔天才突然变硬起来嘛 所以你要知道 我觉得这个硬 是马先生的意志啦 你看他到现在 他跟王金平 他明明知道他需要王金平啊 但是他跟王金平就斗到底啊 好 那 他也很清楚 他连国台办都想跟学生沟通了 他也很清楚啊 但是 他必须要这样做 但是他为什么不做 那种个性你知道吗 你们让我丢脸啊 你们让我丢脸啊 我怎么可能会跟你 跟你们见面啊 对不对 你们让我这个 所谓服貌的这个 这个整个程序 受阻啊 甚至 张志军不来之后 我连今年要跟马 跟习近平见面 都已经出现困难了 本来都讲好的事情 对不对 都有跑总统府的记者跟我保证 你十月你看我一定在北京出现 真的哦 那时候跑总统府记者跟我这样讲哦 保证十月我一定在北京出现哦 结果我看 我不晓得该怎么样 去面对他十月份可能我还在台湾看到他 好 所以马英九很气 马英九一定很气这些学生 所以他当然会用司法报复 但是不用怕 我觉得社会是支持这些学生的 其实你仔细看 这一次啊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啊 其实 让外国人啊 其实外国人 有三十几个国际学者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他们是有写信给马英九哦 他们质疑马英九让台湾的民主倒退 质疑让台湾的民主倒退 其实你仔细看 班晓宁说 你沟同盟不听我的话 你犯规 所以呢 我永久禁止你的集会游行权 这个 就是反民主啊 警察局长说 我们接管立法院 各位 你只要说 台湾的警察接管立法院 你把这个 你把他们说的这个话 你翻译成英文 你丢到国外去 警察国家呀 你要知道 所以 马先生这个人 享受民主的果实 但是他脑袋里头 根本没有民主的概念 会用这种语调 会用这种所谓的 我掌握权力 我就要来全面对抗你的那种心态 其实 你都知道 这个人脑袋里头 他持有那种封建思想啊 很可怕 也很悲哀 所以今天啊 我们对付马英九啊 其实绝对不能跟他试软 所以马英九要去中研院演讲 学生们说好 大家要带礼物 大家要穿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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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服装 整齐的服装 要去听他演讲 你等着看好了 到时候中研院外面啊 绝对又是一层一层的警察 一层一层的铁丝网 何苦来在 马先生 当北京都愿意跟台湾人民沟通了 结果只有他拒绝沟通 他就是 我感觉就是那个外国媒体所说的 那个人真的就是 真的不觉得跟亚努科威奇真的很像吗 跟乌克兰那个亚努科威奇 真的是一个战斗总统 他就是要跟人民战斗 这样的人其实到底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我也在观察 我也在观察 我认为 其实现在都还在变动当中 可能学生接下来面临的这种司法 司法的追溯会很严厉哦 那我想我们这些百姓 我们这些大人该怎么办 当然是支持学生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未来 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动荡 而不是走向一个比较相对安定的 所以学生退场之后 其实马英九更严峻的考验才开始 刚刚这个轩宜就讲到了 你看现在国台办了 根本就瞧不起这个代理人 我自己来好了 我自己到台湾来谈 然后美国现在也要跟你做切割 说我认为反服贸跟加入TPP 哪有什么关系 根本没有什么关联 好 这两个国家现在在国外的 应该你是你最大的支柱 现在都不听你的 然后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退场之后反而遍地开花 马英九他要面临的挑战 就是你到每一个地方都可能面临 大家可能要利用另类革命的方式 来跟你呛瞎咯 那对王金平更好笑啦 他今天还在中堂会上讲说 我们在立法院那要跟王金平好好合作 可是我的这个上诉 我还是要坚持 你怎么样在立法院给你打手牵手 我不懂他怎么样高这个黑白脸 扮这个黑白脸 他脑袋没打结 我们看都打结了 他有打结吗 他状况其实非常清楚 你刚刚讲遍地开花 他不是遍地开花 他叫遍地烽火 你知道罗英雪那个话讲的说 要勇于冲撞要负起责任 然后说不符合公民不服从 那整个来讲潜台词就是厚大卖照 那今天刚刚那个洪葱院讲了 没有在怕 那黑桃青也讲了 你走到哪里我就要跟到哪 你要去中原院 我们也要跟到中原院 所以有没有在怕 没有在怕嘛 今天陈维廷回应了这个罗英雪 他在讲说运动不是偶然 他没有积蓄这么多能量 是不会有这么多人出来的 他说如果不是退无可退 没有人会闲闲没事弹 整天的上街要去路过 然后或是到街上去放炸弹 因为他去看了百米炸弹课 来争取这个社会的关注 意思是官逼民反 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看到马英九在反省 他在这里面所要要求 他的党务主管做的检讨 要做的是改革 是什么样的改革 手指都指着别人 他没有看到那四肢 应该要指向自己 他通通指向别人 他在这里面制造什么 他一直在采法制 认为民主跟法制 是两个二元对立 警跟民是二元对立 他永远在搞冲突 搞对立 如果今天他严守法制 其实是会有民主的 但是他把两个人 抓在一起搞对立 请问他今天如果依法行政 真的按照所有该做的承诺去做 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吗 没有他学法 将一话学政治 法政 在法政的理念下去 处理任何事情 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如果监督条例 在2008年 王金平要求国会 应该要有的这个自主权 在这里面 当下就可以做一个协商 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那为什么让了那么大一圈 经过这么大激烈的 这个冲突争议 才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因为他设立内人 你没有跟他搞冲撞 他不会把权力释放出来 这就是他的本质 所以你刚刚说 我看到了 罗音学讲这个话 刚刚讲 大家就看到了 当这些学运退出来以后 进到议场里面 就有见识 去搞所谓的指纹 去收集 这次411绝对不会 只有洪虫燕 一样大规模 为什么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他害怕一个时事会起来 一个整个的翻角 一个风起云涌 一个新的世代 一个新的变化 一个大浪潮来了 因为这次 台湾进入了第二次民主改革 我看到那个民主改革的 大浪潮已经掀起来了 他如果没有在这里面 强打强攻 他害怕到会不晓得 被丢在沙滩的 哪一个角落里面 所以他的反抗 是我们看到了 他自己看到了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这个新世代 在创造一个新时代 我完全看到 今年的甲午战争 就是一个民主封建 一个非常大的战争 这个战争 无可指 但是他用他 强力的权力 在围堵这样子的一个时事 他蓄积了六年来 让大家看到的那个能量 这次整个大爆发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不断的压 他看到了一个小孔 他不断的在这边压 但是没有看到 那个火山爆发的能量 所以今年 绝对不会只有这样子 你看他的所有作为 就是压压压压压 不断的要强力的压制 刚刚段云康委员给大家看了 竟然 警政署还敢用这样的 过去我们看到 洪仲秋案的国防部 他这次又搞一个内政部 布盖起来 统统没有了 那个现场完全执法合法 统统没有你们讲的事情 没有没有 你们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统统都是虚幻的 竟然到现在还可以 民众的头为什么流血 不知道 到现在还可以 自首遮天 你就知道他有多害怕 这个民主大浪潮的 这个掀起 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防堵压制 所以我告诉你 411一定大规模的采政 大规模的一样 在做相关的约巡 绝对不会只有洪虫压 到现场的相关人等 你看还是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在这里面 都必须要面对这个检验 他刚刚讲了 勇于冲撞的 要负起责任 意思不会只有一个 1500个人 大家等着看 好大卖照 他再放话 胡大哥 今天连比较挺马总统的忠实 都用耳板说什么 马总统现在是什么 强辩 一直要辩论 什么事情都要跟你辩论 要辩到赢就对了 而且拒绝去妥协 所以他说什么 这个马政党整个政权 是不是正在崩坏当中 我们就是刚刚先你讲的 那三点是多严重的问题 你跟学生之间 你开始要对话 我们刚才讲 蔡英文上来 他已经喊出说 要跟学生对话了 马总统现在你的 法务部长 是讲话这么硬 然后下个礼拜开始 你看每天是多大的一个冲突点 不是对话 是一个冲突点 那王金平 你现在突然要起诉他 你今天又讲说什么 我是跟他合作的 奇怪了 你政务照推的同时 官司照达 就刚刚又起讲了 你脑袋是打贼 这贼不止没有解开 还贼越远 变成个死贼 当一个人中枢神经麻痹 你期待他末梢神经的反应吗 组织亦然 我早就说 野火关不住 春风吹又生 你再打压 他在起诉 在约谈 就是惺惺之火 足以较远 我早就说了 我只是留记录而已 马英九输到脱裤 输得疼口 这个政权正在奔解中 马总统 你只剩下三条路 或者 提早走路 辞职输国 或者坐等自己政权被推翻 或者哪怕你 苟且幸运的卸任后 光黄世民的泄密案 华杰跟我讲 光三中案 你就注意被羁押 第二 王金平案败诉了 还提出上诉 我只用三个字形容 白目 秀朵加愚蠢吧 还是什么好形容的 最简单是 请问两岸监督的协议机制 包括福贸协议 怎么审 这不可能的嘛 光三中案只要坐在那边 躲空空就好了 对不对 他什么都不动 不动如山就好了 保证 福贸 合适年金负策一样 通通共估 我早就说这个 政权统治性正在崩盘嘛 中国很敏感 昨天蔡英文 等于是 几乎得到 党主席跟总统候选的门票 我相信从昨天到今天 中国当局最焦虑 唯恐蔡英文胜选 开开盘算说 那马云九这种执政 会不会把 整个政权拖垮 那么吴敦毅 或者朱立伦 或王金平 或其他人 谁是蔡英文对手呢 我想今天北京 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 张志军国台办主任 讲得很好 应该好好了解 年轻人跟中小企业的 想法 我早就节目讲了嘛 年轻人觉得 我未来被出卖 我要拿回来嘛 不要忘了 上一次蔡英文 输满英九八十万票 我觉得这一次的 太阳花旋议所展现实力 足以让蔡英文当选 差了八十万票 也就是美国人说的 angry middle 在台湾变成angry young 愤怒中间 变成愤怒的年轻人 但是我们要替 太阳花旋议定位 通过媒体来展现 一 我常把太阳花旋议跟 1919年的武士音动作类比 那时候口号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不是跟现在情况很像吗 那时候带头冲撞的 学生 学领秋是谁啊 傅思联做台大校长啊 洪同学他是你的校长啊 你应该今天晚上再去复原参拜一下 谢谢他的精神引导啊 那时候的北大 就是文兴院长 陈独秀还为此坐牢啊 北大校长太阳平为此辞职啊 我觉得台大政大校里面 还没有这杆子呢 难道不应该再跟学生站在一起吗 那时候季节签署防尔赛条约耶 但是也同时带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啊 怎么重新定位 这是一个网络世代的大缓铺啊 手机启动了第四波革命啊 这是占领华尔街的加强版 我看清楚啊 你只用历史眼光看就好了 历史的巨人撵过去 这来把马英九 什么金普冲啊 江云化把案 撵成碎片了 已经不重要了 历史才是最重要的 最终的审判者 这一点 媒体报告华尔街的事 应该主动的 替假设他们被约谈 被起诉或任何行为 我们都会跟他站在一起 提供各种协助 现在很多国民党立委不是在联署说什么 王金平这事情不要上诉 而且我听说什么 你们还在联署说什么 要安排马总统跟王金平两个坐下好好吃饭 那马总统你福冲到底要不要过啊 他说不急着吃饭 那你现在立法院礼拜五 光是一个江云化都不能上台备巡 你也不要靠王金平吗 福冲要不要过不要靠他吗 他是不是也是谁生之间的桥梁 你不好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这整个马政府那个整个统治 不是只有统治的那个正当性 你那整个都走不动了 五十万的学生走上街头 绝对不能够说 把它当作说没有那回事 我们都知道嘛 你洪水 你要治水 你要疏导 而不是用阻塞的 你不是用一切的方法 来防堵 或者说 或者说 不愿跟他沟通 我们都讲了很多次了嘛 你一定是要沟通协调 才能够解决 那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嘛 尤其是你要听进人家的意见嘛 那你今天 你法务部部长罗英写 好他讲 其实他某些程度的讲法 我是认同的 有他说 你自己做事情 假如有悔法的话 敢你冲撞 你敢要承担嘛 那还有说 你什么路过 不是 不是那个 别人 不是其他人认定的 他有一个标准 要由他认定 那很好啊 那就同一个标准 你不管 对谁 我觉得法律 不能够因人而异 重置他是学生 重置他是老师 或他是什么人 都要在同样一个天秤下 那事实上 我觉得说 台湾的民主政治 走到今天这种程度的话 当然法治 也是相当重要 你民主自由 也不能违防法治 可是一定要在同一个天秤之下 那事实上 现在台湾 我是觉得我们 我们现在的法律 已经也满能够 超然独立了 也不是你罗英雪说了就算 我们看了几个案子 包括房世民案 包括王金平的党籍案 甚至于魏洋 魏洋本身不是要给他收押吗 后来那法官那么说 没有必要收押 我保就进回了 所以不是你法务部长 罗英雪说要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总有一个标准 尤其真的我们也期许 我们司法能够独立 那今天台湾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包括最急迫 胡马或两岸的监督协力 这个都在立法院 大家很清楚嘛 立法院假如没有王金平院长的话 你单单 你很多法院要过的话 当然在野党跟你杯葛 跟你阻碍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嘛 那马总统能够听真 所以马总统讲说政务照推 官司照打 这是两条平行线嘛 对不对 永远没有交集嘛 你说政务照推 就是你一边要王金平院长帮忙你 一边你要追杀他 你要把他的党籍取消掉 你要把他院长的位置 把他人家拿掉 那你想想看 一个人要追杀我 又要把我的 我的所有的一切全部拔掉 还要我掏心他会去帮他 这是违反人性吗 欠下五官 除了是神 除了是神 我记得说 没有一个人办得到这个事情 你要杀我 那已经 你要自我一死地 还叫我去帮你 等下王院长少辈子欠他 那你欠他也没有 就要欠我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违反人性的嘛 那只有马总统还做得到吗 假如今天有人要追杀你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是真正马总统的想法 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你今天 你要解决现在的一个僵局的话 我们所有的立委 都拿楼梯给马总统下了 我们不是在联署吗 你趁着我们还没有联署完成 你就把它马上就上诉 你不是告诉我们这些立委说 不用说啊 你都不要跟我谈 我不会听你们的 所以说假如都是 假如马总统都处在一种之中 他自以为是 而且没有听进别人的意见的话 那台湾我跟你讲 往后的这两年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所谓的政务 推动自爱来行 那假如你的政务 推动自爱来行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些年轻人的问题 就大家都提到很多次嘛 年轻人担心的是什么 年轻人担心是他的未来嘛 现在高房价的问题 低薪的问题 还有他们到底未来的 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不知道 所以你假如没有办法提出这种解决方法出来的话 而且一意孤行的话 那学生当然到处跟你遍地开花 走到哪里都是跟你如影随形啊 跟阿扁时代一样啊 洪山军的时候不是 你阿扁走到哪里 我都跟你到哪里吗 那这样的话 你台湾还能够走下去吗 也不过国民党立委也太天真了吧 就算出场的马王吃顿饭 马英九就会听得进去 就会愿意跟王金平和解吗 而且呢 对啊 其实接下来还是要看马英九最主要的态度不是吗 马英九的逻辑其实很清楚啊 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你现在是国民党党员是不是 是啊 你是国民党党员啊 你要听党的啊 那我现在要撤销你的党级我还没完成 所以你是党员你要听我的 我现在把你的立法院长拔掉 你现在还没有被我拔掉 你还是立法院长 你是国民党立法院长 所以你要听我的啊 罗素蕾其实 这个苦口婆心在求马英九 我是觉得真的不用 你看马英九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他难道不知道吗 我跟你讲 他心中充满了恨 这个我们的标题叫做 死要面子 他不是要面子 他是恨 他恨王金平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 他就是 他就是 他要把王金平给杀了 没有了 杀了 政治上的杀 结束杀了政治生命嘛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是因为敌人啊 这个是明杀 这个叫政治明杀 最大的输家会是马英九还是国民党 你看啊 你看国民党嘛 你看马英九 有没有什么改变 最后输家是台湾 经过了 经过了这么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 有改变吗 我认为国民党 包括这些立委 都想要改变 唯一一个不想改变 就是我们的马总统 对不对 你看 你看我们这个 他要带领的这个检讨会议 在检讨什么呢 检讨我们沟通的技巧 这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餐厅 他被查到说 你看 你的这个 这个汤头都是 都是 都是假的 然后要么就是都过期的 好 然后我们把员工找来 董事找来 开会 开什么会呢 我们现在一新的传单 我们现在增加我们沟通技巧 可是没有 说我们要去检讨我们的食材 是不是过期 我们是不是要去改变 说我们这样真的 这个如我们宣传的那个 用了那个汤头 不是耶 我们还是原汁原味过期的 但是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宣传技巧 我们去继续造假 但是我们呢 在传单上面 你看我们没有用 用现在新一代的语言 去检讨的是这个 所以他表示什么 表示他不认为他有错 他只是说 我们没有错 我们只是用错了语言 我们用错技巧 你看 我们不应该用 我们不应该用这个 这个镇报警察去对付学生 我们现在以后都要上脸书 我们现在以后都是要 我们要用懒人包 用新的媒体要出懒人包 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看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简单 他跟我们活在不同一个世界 你去问 你去问这个 这个外星的这个 这个专家 可能跟你讲说 我们马总统是外星来的 我有这样一个解释 因为他不会跟我们 活在一个世界 你对他的期待 你的逻辑 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完全跟他不一样 那你怎么对他有期待呢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就请他下来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请他下来 但国民党有办法请他下来 其实你国民党要揭竿起义 对不对 你要在那个 不要等到礼拜五 这个黑岛青去 国民党的 包括立法院党团 在检讨会议里面 就要做一件事情 告诉马英九 说我们为了救国民党 我们请你马上就下台 你不要再带领国民党了 这是唯一一个办法 来问一下洪同学 黑岛青年假如说 李拜伟去呛下马总统了 你们学生现在 到底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 现在他们说的 出关播种 遍地开花 接下来就会有非常多 大家自发的 比如说印反 黑乡服务的传单开始发 比如说下乡开始访调 开始调查 比如说开始有自发性的行动 去找经济部 找经济部订阅机 然后比如说 他很少经济部 各个相关部位是吧 不是 经济部他们有到各大学 想要游说各大学的学生 然后就会有学生 去跟他们PK 去跟他们说 经济部你这是错的 你这个没有 你这个说法是错的 你没有证据 你乱讲 这些都是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 好像很大的一场烟火结束 其实不是 其实是太阳花 花结束了 他散满遍地 然后遍地在 对 正在进行 马上有说他要改革的 第一要务就是文宣 而且接下来 佳英花要进校园里头了 算不算有白纸的这个诚意 你怎么看 他们要从 他们会成为很多网军 要从羹改起 要从这里改起来 不是外面的 要从脑袋开始改起来